印度航母三次下水 单单是那航母下水三次都不能服役的的事情,就已经可以载入世界经典笑话集了,光辉战斗机终于代沟上天了,人们耻笑印度军事的方面,还有它那堪称万国牌的武器装备,但是其实大家都不知道,印度军方和印度军工界,为了改变这个状况,还是做过很大努力的,结果虽然结局依旧万国牌,但是他们也的确努力过, 而且现在还在努力着,比如他们的光辉战斗机就在前不久还进了模拟这间测试,这飞机项目都进行几十年了,人员都退休好几批了,项目还在进行中,这份毅力这份坚持值,不值得大家为他们点赞,印度潜射导弹发射成功, 最近印度好像军工界又在发力,前不久刚刚展示了自己的激光大炮,号称要超过美国,结果那参数和实验数据,简直,是让人不得不称赞他们,勇气可嘉,近日,印度再次进行了新武器的测试工作, 8月20日印度媒体就像过年一样喜庆,纷纷报道了印度B-05潜射导弹测试成功的消息,测试是在11日和12日进行的,一共测试了三次,按照报道显示全部获得成功,印度媒体报道这件事用的字眼很是唬人,号称是世界同类导弹最强,并宣布印度成为了全球导弹和潜艇俱乐部的第六个成员, 其实,要是仔细想想,印度说的也不无道理,他们的B-05潜射弹道导弹,还真是世界最强的同类产品,印度坚敌者号和潜艇,因为世界上除了这款B-05,根本就没有第二款潜射弹道导弹的距离在1000公里以内的,射程750公里的B-05,还真是成了世界第一,也是世界唯一,如今大国的潜射战略导弹的距离都在8500, 以上,印度这种弹道导弹要发射,还要跑到目标750公里处发射,这种事也就印度能做得出来,因为这是等于和潜艇前驱自杀啊,印度虽然吹得凶,但是水平只是最初级阶段,只完成了从而到有,既然有了,还真是算得上全球导弹和潜艇俱乐部的第六个成员, 只不过是不能和前面五个比较而已,印度反坦克导弹,近日印度还测试了两款常规的打击武器,一款是智能反击场武器,一款是空射的反坦克导弹,智能反击场武器是在8月16到18日进行的,反坦克导弹是在19日进行的,测试都获得了成功,达到了设计要求, 印度媒体又是一番吹嘘,号称这两款武器,都是世界上最先进,印度媒体真的该换换词语了,因为他们使用过这种赞美词的国产武器,虽然都完成了测试工作但是最后还都是以失败而告终,不是被军方拒收,就是问题太多让军方大发雷霆,印度媒体的这句,世界领先就好像给印度国产武器下诅咒一样明艳,责任编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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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